大家知不知道 日本Square Enix除了Final Fantasy之外 還有哪一本線上大作呢? 就是魔力寶貝 這本作品紅了這麼多年 到了今年Square Enix還將它重新打造 配二全新製作的3D畫面 魔力寶貝二終於在這個月正式公測 今次故事裏 王國召喚士蓋茲 Jer一次將玩家召喚到法蘭王國 希望在玩家之中找到傳說中的勇者 在大災難之中拯救弗雷雅大陸 魔力寶貝二當中有不少玩家熟悉的地方 寵物數量更加達到八百多款 魔力寶貝一向都以多角色選擇來吸引玩家 而魔力寶貝二除了前作28位角色之外 再加多了6位新角色 但選角也有時間想